爆炒菌花几乎是重庆兜酒属地加上菜 鲜香麻辣全能双烤 无论是下酒下饭还是下鸟 甚至是早点开着都相当的不错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双脚菌花 希望大家喜欢 炒菌花一般都是用鸭菌子 当然用鸡菌子也可以 建议先把菌子动一下后再改刀 那样更方便想到 为了保证口感 建议把地板打了不要 可以拿去煮眼工厂 一般一个菌子以风为时 直接盖成菌花 不会盖的就按照我食品中的方法来 把盖好的菌花投入小盆中 撒上一点毛毛盐 胡椒面 再来点花雕酒 沙烧给它抓紧好 使其有一个基础的底味 适当地撒上少许的干生粉 如红色粉也要点 继续抓紧 腌制大概十来分钟 今天煮这道菜的目的 就是为了处理地里面的海角 因为比较多 所以就选了一个辣椒用羊比较大的菜那种 从地里面摘取适量的青红小米那 直接盖大 用刀切成鱼盐作者 再来两节大葱 盖刀切成小段和备用 准备几颗大蒜切成双椒和备用 再从毯子里面抓少许的泡姜和泡椒 切成小颗粿和备用 这是双椒之一的青花椒 准备大约50克左右 续续清香和麻油 脆筋 鸡筋 胡椒面 奶油白糖 麻仙露 香油 葱姜油 甘酱粉 鸡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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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焦零 纯粮手工粮 非一传承 酸香纯粮 口感酸而不淋 鸣肉重厚 算是我从业三十多年了 用过效果最好的 你们可以去告一下 点视频下方的鸡筋就可以买到了 现在有活动 非常的化妆 不要倒进去 调圆 好吧 爽 好 起锅 烧肉 锅中虾油 大锅 锅几颗干花椒进来抢香 下少许的豆瓣 炒香炒出颜色 接着虾辅料 继续爆香 把青花椒倒入锅中 倒出香味来 倒入烟炒好的炖花 大火快速翻炒均 炒至更适合就可以了 倒入清火锅中了 倒入青花香炒腌炒 继续用大火 倒入烟炒均 放入烟炒均 鸡就差不多了 把炒好的综合倒入圆分钟 稍加点准 没位置 来 我现在给大家简单的尝试一下 又脆又香 又酸又辣 还略带一点青花椒的那种清香和麻辣味在这里面 爽啊 好吃餐的味道 家伙伴们都学会了没有 喜欢的点赞 长按点赞上面才是正确的点赞方式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拜拜